北京时间中午12点 您正在收看的是法治进行时 前不久张女士开着一辆报废车上路被交警查获了 不仅车要被扣 驾驶证也要被吊销 就在张女士闹心的时候 她在网上认识了一个人 这个人自称也是警察 只要张女士肯花钱 就能帮着解决这事 那个车被扣了 然后那个本吊销了 我说那车不要了 我就想把本保住 前不久张女士的爱车 由于违章被交通队扣了 不仅驾照会被吊销 还会有两千多元的罚款 就在她为这件事一筹莫展之际 一个自称王警官的男子 通过交友平台加了她为好友 说有办法帮她解决难题 她说是警察王能帮我处理这事 她当时说请交警 吃饭 然后还送人烟 为了证实身份 这个王警官给张女士发来很多穿警服的照片 说是只需要一点好处费 就担保不会吊销驾照 一位找到救命稻草的张女士 先后多次给王警官转了七千五百元 一个月后 她接到了交通队给她打来的电话 交通队给我打电话 我才知道这个事儿 此时的张女士才意识到自己被骗了 可是这个所谓的王警官 早就将她拉黑了 事主给咱提供的照片 咱仔细看了一眼 我觉得这个人就不是警察 这张照片上它写的警号是O06 但是它另外一张照片上 它的警号尾数变成五了 正规的民警应该就是 一生就只有一个号 如果他没有工作单位转变的话 民警通过交友平台 找到了这个所谓王警官的账号 发现此人并不是警察 通过对账号动态进行分析后 发现了几条有价值的线索 这儿有一个距离 这儿有一七公里 证明这个嫌疑人啊 去这个市主家应该是 不超过七公里范围 第二是从他这个背景这儿 有一栋楼 特征比较明显 根据照片上留下的线索 民警以张女士的家为中心 在地图上画了一个 半径七公里的圈 在此范围内 挨家挨户地 开展走访调查工作 七公里嘛 它也不是很大 咱们可以自个儿先转一圈 因为这个楼的这个 特征比较明显 只要找着这楼 就应该直接能找着这人 那边那儿有一些楼顶像 把车掉头掉头掉头 好嘞 对 叫着这个楼页发不会让人住 对 经过近三个小时的筛查比对 民警在艺庄附近 找到了照片背景中的建筑物 外角这个肯定是你们那个楼 而且你这窗户都一样 这是一家物业公司 民警拿出照片给负责人辨认 他一眼就认出 这是公司的保安王某 你那个警察是个 就是帮他处理那个违章 那个事吧 前后好像就是大概七千块钱左右 之后应该是把他删了 王某今年二十九岁 他既没有驾照 也不会开车 更不知道处理违章 需要哪些步骤 平时就喜欢冒充警察 在交友平台上欺骗女孩子 在和张女士的聊天中 他听说对方急需处理交通违章 于是便谎称自己有办法 设置了这个骗局 我也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怎么会这样 删了以后挺后悔 挺怕的就上事 目前张某因涉嫌诈骗 被大型警方刑事拘留 前不久 北京市交管局 设车案件侦察队的交警 在西三环万寿桥附近 检查的时候 一辆宝马Z4跑车 引起了交警的注意 根据经验 这车呀 排照被人动过手脚 然而就在交警示意 司机要停车接受检查的时候 这司机竟然一脚油门 冲了过去 提卡 提卡你们是沿着三环直着追的吗 对 沿着三环 沿着三环自己说 好嘞好嘞 眼见宝马Z4轿跑车一流烟 沿着三环逃犯 为了保障其他车辆行驶安全 交警驾车一路追上 这辆嚣张的宝马Z4轿跑车的车牌上 字母翼明显有变造的痕迹 执行执行执行 他现在莲花池西路啊 莲花池西路走吧 大牌 咋子呢 来 这儿 帮你首领牙 首领牙什么 这儿 对 这儿 宝马轿跑车的司机张偶 一下车 就拿下了车牌上字母翼的横盖 翼是F帖的 接你跑什么呀 是 你这么疯狂的讨算 干嘛呀这样 有急事回家拿东西 这是李游们有急事 谁没事马路上 他贴着牌子 这一道的应急车道 这几十两块不追的 而且那有港 那民警伸手让你停啊 家人都跑 面对交警 司机张某面无表情 对刚刚发生的一切 都不以为然 你这牌子 我看平时日子经常怎么贴 没有啊 别人贴的 我今天不知道 车 是不是你的车 是我车 作为一个司机 上了这间 有没有查看下车的义务 没注意啊 那为什么民警来你这么跑 我有急事 我回家取东西 咱们设这港呢 这个车呢 应该是他也感觉到了 民警也注意到了 所以在车道急忙了加速 面对咱们民警要求停车 接受检查的手势 直接加油 在后续形势当中呢 这车呢也是一路及时啊 不管是那个 应该车道还是运机车道 但是也是一个并线啊 应该说这种行为也是 所推行的 绝不是偶然的 这一次两次的 就是因为 这个F长期被贴成E 每次接啊 每次接啊 哪样的时候 跟咱们的后边有一个摩擦 所以造成了 你看这个后边 这个底细都很甜蜜的摩擦 仅6月份这20天以来 那么这个车 在路上啊 这应该说 变造 这后边咱们的多辛苦 就被咱们这个设计 抓败了就及时起 这辆宝马Z4叫宝车 前后车牌变造后 都是F变异 面对交警的寻味 司机张某 又来了一番 更加奇葩的言论 你得先牌子 不知道 我们贴的啊 谁贴谁贴的 你贴的啊 我看你贴的 先牌子呢 别是你贴的啊 我干什么你啊 你这个车 从6月份到现在 不是今天第一次使 所有东西都有照片 你别说 而且刚才总一直到追你 从这儿前里 都有视频记录 你别说这天那天了 截止到发稿 张某因为变造号码 被处以罚款5000元 即12分 15日行政拘留 近日 北京市人力社保局 教委 司法局 卫健委等9部门 联合发布了 关于进一步加强招聘活动 管理促进妇女就业工作的通知 单位招聘的 不得询问妇女婚育情况 不得将限制生育作为录用条件 不得差别化提高对妇女的录用标准 对用人单位 人力资源服务机构 发布含有性别歧视内容的招聘信息的 依法则令整改 拘不改正的 处1万元以上 5万元以下的罚款 情节严重的 人力资源服务机构 吊销人力资源服务的许可证 好了 下面进入今天的北京110 指挥不立即部署长安分局 南岗派出所民警赶到现场 找到了当事人吴猛 经过了解 当天下午 吴某久后到自动取款机取钱 因为自己操作的问题 导致没有取出钱来 一气之下 他就用拖鞋和拳头 开始打砸取款机 索性被路过的联防队员制止 没想到 吴某又继续辱骂联防队员 并与联防队员动起手来 这才引来民警 经过检查 双方都无明显外伤 最终在民警的调解下 双方达成谅解 民警也对吴某进行了批评教育 警方提示大家 饮酒要适量 不要过度酗酒 醉酒者的家属 也要尽到妥善看护的责任 不要让醉酒者独处或独自外出 避免酒后滋事或发生其他异乱 大家有人看着有一个人做饭 一定得看着点 您说这找着 三四个小孩跟他一起玩的呢 指挥部立即部署严庆分局 永宁派出所民警赶到现场 经过了解 当天中午 报警人两岁半的女儿 独自在附近玩耍 不知去向 民警立即走访附近的居民 了解到孩子因为无人看管 也找不到家长 被带到了附近的幼儿园里 民警立即赶到幼儿园 找到了走失的女童 随后孩子的母亲也赶到现场 核实身份后 民警将孩子安全交还给其家长 并对这对粗心的家长 进行了批评教育 警方提示大家 要看管好身边的小孩 不要让过于幼小的孩子 独自外出 平时要教育孩子 牢记家长的联系方式 以便发生类似情况 能及时联系到孩子的家长 征询线索 2019年6月10日凌晨1点40分 在朝阳区楼子庄路 马场路口中侧100米处 发生交通事故 造成一人死亡 现需寻找死者家属 请知情人士 速与朝阳交通支队事故科 事故二事联系 联系电话 6839-9503 联系人 王警官 特警押韵 1.6吨毒品被销毁 深夜砸车到庆 扫通车内财物 接近毒日刚刚过去 在这一年 北京警方共破获 毒品案件900余起 抓获涉毒犯罪嫌疑人 5000多名 这也让北京涉毒群体 聚集问题 持续好转 毒品供应出现了断粮效应 而近日 北京警方通过统一部署 在特警的押韵下 将1.6吨的毒品 全部销毁 各位观众 这里是昌平金玉 北水科技荒卖有线公司 那么今年是 林泽许虎门硝烟180周年 那么稍后呢 北京警方将在这里 对今年来收缴的各类 总重达1.6吨的毒品 进行集中的销毁 报道小红局长 今天北京市公安局 公开销毁各类毒品 1604.52公斤 目前销毁毒品各项工作 准备就绪 请您指示 开始 各位观众 现在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的民警和工作人员 正在将这些毒品 分批次地运送到 我身旁的这个高温如内 那么大家都知道 毒品在燃烧的过程中 可以产生大量的 有害的气体 所以公安机关 专门挑选了一家 有危险物品处置 机制的一个单位 对这些毒品 进行集中的处理 那么现在呢 我们是来到这个高温熔炉 位于五层的一个平台 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的民警正在分批次地 将毒品运送到 这个下面的这个炉中 那么这里呢 才是这批毒品最后的归宿 那么据了解啊 这个熔炉的炉内温度呢 能达到1800度左右 所有的毒品 进入的瞬间呢 都会被燃烧 所以它不会对 周围的空气和环境 产生影响 夏天随着气温的升高 各类火灾事故事时有发生 据消防部门统计 从6月21日到28日 全市共接爆火警65起 其中很多警情都和高温有关 那么本期的平安119 我们就来为您梳理 夏季容易发生的主要火情 同时提醒您如何防范 2019年6月24日 北京市平谷区森林防火指挥中心 通过预警监测系统发现 金海湖镇珠水村南 突然发生火情 从视频中可以看到 不到10分钟 火苗就窜到了山顶 目测火焰高度超过10米 接警后 北京市消防救援总队 立即调派8个中队 21部消防车 150余名指战员紧急出动 同时还携带了三个消防水档 15台首台机动泵到现场处置 经过各方力量全力铺就 当天下午5点多 明火被全部铺灭 经不了解 此次火灾过火面积超过100亩 火线长度约200米 据初步调查 起火原因为当地村民烧荒引起 所信没有造成人员伤亡 夏季高温 急引发山林火灾 一旦乱扔烟头 或者外出踏青烧火 都急引发火灾 因此 如果在野外非指定的烧烤地点 或露营地点生火烧烤 主食要格外注意 除此之外 汽车自然 也是夏季经常高发的火情 处置不当 不仅会给车主带来经济损失 还可能危及生命 2019年6月21日下午 在G60护坤高速金华段 一辆面包车发生自然 现场浓烟滚滚 火势猛烈 这个车子怎么会着火着起来的 在高速公路看看 自己冒烟 自己自然 底部冒烟起来的 大火很快吞没了整辆汽车 等消防队员赶到时 车子几乎只剩下一副骨架 5月27日 在静松地铁站附近 一辆停在路边的银色轿车 突然起火 司机张女士说 她当天开车到附近办事 车刚停到路边 机器盖附近就冒出浓烟 随后就着起火来 消防部门勘查后认定 这是一起由发动机自然 引发的火灾 前不久朝阳公安分局高危店派出所接到报警 一辆红色标志车起火自然 事后经消防队员初步勘查 车辆是由于线路老化才发生自然 那么据了解 每年的5到10月份是汽车自然的高发期 那么据统计 其中以小轿车自然率为最高 那么占到了40%左右 那么在我们的炎炎夏日 我们的汽车为什么会自然呢 大家又应该注意哪些方面的问题呢 李培阳是一名专业汽修技师 他告诉记者 夏季汽车自然的原因主要有三类 车的年头过高 或者我们车辆的限速老化 因为发动机机舱有些限速的插头 长时间老化之后 它比如它外边的绝颜皮破裂 它裂上电之后也会有自然 就是我们车主要及时检查 你看有些这里有一些油济什么的 温度一过高之后 它会有一个气化管理 它一气化的用的月明火 或者是一些别的问题 它直接就会找 我们车主在家或者是在单位 就闲下的时间 我们可以自己定期地去检查 我们自个车辆 看一下车辆有没有漏油 如果是有的话 我们及时去塞电或修理厂 去维修 那么现在我们是坐到了 这个车的驾驶室内 刚才我们在进车之前 放置了一个这样的温度计 那么短短几分钟的时间 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温度计 已经从刚才的室温 三十几度的时候 已经飙升到了 现在的53度 而且这个数字还是在上升 那么我们看 现在这个车就是整整一下午 停放在这种室外 阳光直射的这个位置上 停放了一辆车 那么在车的这个位置 我们看到 司机是放置了一个 这样的打火机 那么据李师傅说 像打火机或者香水 这样的亦燃亦爆的物品 在这样的温度内 是极容易引发爆炸的 停车的时候 尽量避免太阳爆炸 比如我们有地库的时候 我们尽量把车停留地库 或者是有些阴凉处 停到阴凉处 如果是我们车 没办法要停在室外爆晒的话 我们尽量去下车 进行检查我们的困层水瓶 或者是香水了套机 记者从北京市消防局了解到 从6月21日至28日 119指挥中心 共接曝汽车及电动车火情18起 居民加重物品火情14起 消防部门提醒大家 高温来临 用电用气量聚增 居民在日常生活中 一定要做好防火工作 避免引发火灾 下面进入热线来电板块 感谢盛同润国际旅行社 有限公司对板块的大力支持 下载响乐吧APP 或者拨打屏幕下方的热线电话 将有机会领取矿泉水一箱 服务热线4006799-988 观众刘女士打来电话 说自己和爱人离婚的时候 发现爱人信用卡透支了十多万 但是在爱人透支的时候 两人已经分居了 刘女士根本不知道这钱花在哪了 她想知道现在离婚的话 这十多万算共同债务吗 虽然我国的婚姻法明确的规定 夫妻双方结婚以后的收入属于夫妻共同财产 但是也有另外一条规定 就是这个财产必须是用于夫妻双方的共同支出 像咱们本案那种情况 刘女士和她的丈夫已经分居了很长时间 并且刘女士的丈夫的这种支出数额比较大 所以她就必须要证明这个费用用于了他们两个人夫妻的共同的生活花费 如果对方不能举证这种证明的话 我们认为从法律上来讲 刘女士不用为她的这个账户来承担这一支信用卡的网款 再来看看潘先生反应的问题 潘先生说有人欠了他八十万一直没有还 现在这个人呀做生意失败了 欠了很多人钱 已经没有能力偿还债务了 但是对方呢还有一套房产 潘先生想问 如果把对方起诉到法院 怎么才能保证房产拍卖后 可以先偿还自己的钱呢 这种情况在债权债务关系里非常的常见 那么遇到这种关系呢 我们要看潘先生的债权是否设定了抵押 如果是设定抵押的债权 在受偿的时候是优于其他普通债权的 那么普通债权在受偿的时候呢 要按照比例进行清偿 那么碰到这种情况 我们建议潘先生尽快到法院 申请对他朋友的房屋呢 进行一个查封和保全 以避免自己的损失进一步的扩大 今年年初开始 大兴区的几十位车主可是糟了秧了 他们的车不但被人砸了 这车里还被盗了 嫌疑人更是见什么拿什么 除了现金值钱的物品外 就连各种饼干零食也不放过 而为了找到这个嫌疑人 侦察员是费了不少的功夫啊 李某今年25岁 是大兴公安分局行政支队的侦察员 苦苦寻找了四个多月的嫌疑人 2019年1月份左右 大型黄村等地 发生了多起杂车盗窃案件 案发地有小区的路边 也有村中无人看管的停车场 身高大概在一米七左右 费数不大 它总共在车待的有一分钟左右 这个盗窃这个机会就结束了 这个黑车前面绕过去 到了这黑车这里 又和完过里 由于案发地相对偏僻 监控设施不完善 侦察员经过大量摸摆 只找到了嫌疑人作案时的模糊影像 嫌疑人作案手法娴熟 被盗车辆都是中低党的轿车 不管车里是否有值钱的东西 嫌疑人都不会放过 香烟 饮料 甚至是零食 全都一扫而空 这样的作案方式 让侦察员想起了一个人 跟14年的一个嫌疑人 叫李某的这个作案手段特别像 他有两个特点 第一 他撬后锅里 第二个就是车里有什么 他喝什么 有什么吃什么 李某在五年前 因盗窃被公安机关处理 按照他的习惯 得手之后 通常会找一个地方躲上一段时间 果不其然 两个月后 李某又出现了 这一次 李某刚从车里偷走了一包香烟 一百多块钱零钱 就被守护的侦察员抓获归案 目前李某因涉嫌盗窃 被大型警方刑事拘留 好 今天节目就是这样 欢迎您在微信里留言 提供新闻线索或者视频资料 参与节目互动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 再见 欢迎订阅